兄弟俩七岁的时候 一次意外事故让父亲高位结贪 他们上到初二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 不管是军训还是上课 兄弟俩都极为用心 因为他们深知再次踏入校门 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们的家庭 有着多么非凡的意义 在这好好学习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在这个学校里 不简单的只是经济物质上的帮助 而更为主要的是要让困难家庭的孩子们 能够胸怀理想 有一双可以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技能之手 这位学生名叫杜力军 现在是慈善厨师班里的学生 当一名优秀的教师 原先一直是他的愿望 可是就在填写慈善爱心学校报名表的时候 他却选择了厨师这个专业 在杜力军心里 父亲不仅仅生养了他 更用自己的健康换取了他的生命 因为此时此刻 在杜力军身体里有一颗父亲的肾脏 一年前正值花季的他突然被查出得了尿毒症 为了救他 父亲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出来 并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 女儿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可是父亲的身体却因此落下了病根 可看到女儿健康地生活着 杜力军的父亲说 他自己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老人说 即使是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也有一种信念支持着他 那就是全家人一个也不能少 人在家就在 家在就会有幸福 现在苦尽甘来 生病的女儿和失学的儿子 都走进了慈善爱心学校 学习一技之长 美好的未来正等待着他们一家 我家最困难的时候 拉了我家一把 觉得大家没有忘了 让我知道什么叫感恩 然后让我也知道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也应该帮别人 我会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奇思妙想啊 经常会给人们带来惊喜 现在有的人居然把大货车的货柜 改造成了房屋或者是宴会厅 一块到台湾去看一看 这个大货车中古行 空地上放了一个蓝色货柜屋 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货柜屋 原来还是一间办公室 那边就是休息区 客人来了 先谈一下合约 这样子 就是那边让客人可以坐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要外面 看到外面的视野 这样好比较高 一间17平的货柜屋 改装成办公室 但是装潢简单 不过该有的都有 一屋好景用 屋主书用了一年多 越用越满意 省了税金 那么如果以后时间到了 我们可以整个调走 就这样子 那么货柜屋